起司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喝到酒嗎? 還要喝到酒欸 我喝很太口 先趕快呼叫一下空服員 哈囉大家好我是菜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搭新加坡航空 之前呢在香港的時候因為都是使用老東家的機票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買新加坡航空的 我也很常聽到大家說哇新加坡航空服務超好啊空姐超漂亮的 食物什麼都好像很一級棒的感覺 那很可惜這次我們從台灣去新加坡 飛行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多 所以呢沒有辦法享受到長途的那種感覺 不過沒關係因為基本上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搭乘新加坡航空 所以呢其實我這次也是蠻興奮的 這次去新加坡的重點就是要去看狗狗啦 心情是有點受損可是 嗯覺得第一次搭新加坡航空還是要拍給大家看看這樣子 好啦那二話不說我們就出發吧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現在在二航下人車好像還是真的還蠻多的耶 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新加坡航空的櫃台 那新加坡航空也是華航受禮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去check-in吧 OK大家我現在在貴賓室 那我這次很特別就是 我是在華航的貴賓室 我是在長榮的貴賓室 因為新加坡航空呢 其實他們本來自己是有貴賓室的 但現在好像都是用代理的 那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剛剛check-in的時候是華航代理 然後進來貴賓室是用長榮的貴賓室 然後剛剛一進來的時候那個貴賓室外面的一位很帥的小哥 就說你是阿菜嗎 我覺得好感人喔 重點是呢 我超級ㄎㄧㄤ 剛剛在check-in的時候第一次就跟我說 欸不好意思喔方小姐 你的護照沒有滿六個月 於是我就說不用丁親 我還有另外一本我就拿出來 還好我有另外一本 我怎麼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啊我真的超ㄎㄧㄤ的 而且我剛剛出門的時候啊 我還在打電動 就想說應該都是萬事俱備 所以我竟然沒有去看我護照到期日 所以回來可能就要辦護照了 先來講一下我對第二航廈的感覺 因為我很少來到第二航廈 然後我覺得第二航廈呢 在我上次來之前我覺得 變得豪華非常多 就是台灣機場越來越漂亮了 然後重點是呢 這次訂票滿特別的 因為我在訂其他家的時候 可能有的有有的沒有 然後這一次呢 旁邊這邊 就是你訂票的時候 它有menu可以看耶 哇嗚 然後我本來是沒有要拍商務艙的 但是這一次是來長榮的 然後我自己還沒有拍過 所以呢 就來看一下 它有分兩邊 然後一邊是有比較多食物 然後我選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就是人比較少的地方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打擾到其他人 現在後面就是飲料區啊 咖啡什麼之類的 它就吃我眾多的酒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菜色 這個就是我的餐點 因為我早上起來到現在還沒吃 然後現在就想說來吃一點 因為不想等一下上去吃不想那會很尷尬 然後我覺得啊 二行下的貴賓室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長榮的貴賓室裡面非常乾淨 而且非常的明亮 也不會有那種老舊感 因為有些貴賓室可能 他們都沒有翻新 然後就會有老舊感 然後我覺得這邊就是 讓人家很舒服的感覺 肉女是我剛在外面走路的時候 還有在貴賓室 有人一面向我走來 然後就差不多兩個人吧 不認識的就輪流的 他們就哇哇哇 看他們就哇 沒有可能他們看到這件衣服 好吧 那我現在要開車等一下機上見 OK 我們現在要準備上飛機囉 先看一下裡面 哇這個質感看起來是非常好的商務艙 我們來看看座位上有什麼東西吧 這個是刷卡機 但是空服員跟我說他們從來沒有使用過 是完全沒有 所以他們其實也搞不清楚它的用途是什麼 但我看起來很像刷卡機啦 然後這邊有完善的充電設備 耳機一枚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很在意的Wi-Fi 基本上呢 它會告訴你一些資訊 例如說網速啦 使用方式等等的 看到這邊 是免費的呢 Complementary 然後在這邊你只要填下你的個人訊息 基本上呢就可以免費囉 那我再猜啦 商務艙可以免費 那如果是坐在後面的客人呢 可能就要花錢 那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要購買網路的話 它的價錢是如何呢 這個機上的位置真的還是挺小的 唉唷 雖然這樣說我的腳嘿嘿還是勾不到啦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這些按鈕 這個按鈕我們來胡亂按一下 燈燈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 燈燈燈燈 然後旁邊呢 這個是Controller 這個相信我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 那在上面這邊呢 欸 這一行 感覺是 欸你還可以請空服員不要打擾你喔 那它椅子的部分呢 可以躺平 也可以坐著 然後還有一個起飛的 一鍵按下去 就可以回到最原本的位置 只是可不可以把腳單獨抬起來呢 好像不行欸 然後這邊這邊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了 我最喜歡他們的窗戶 因為你完全找不到 蓋下來拉上去的東西 它是電子的 你只要按一下按鈕 它就會關起來囉 你看你看你看 啊我是玩得不亦樂乎啦 吃得吃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我喝到酒嗎 還要喝到酒欸 我喝得太口 趕快呼叫一下空服員 I'm sorry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have alcohol in this? Yes 你不喝得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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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謝謝你 只是水 謝謝 他剛剛那裡面有酒 他那裡面感覺是水果加香檳 然後我剛剛以為是他們的那個special drink 因為國泰的一個welcome drink是沒有酒的 因為我記得我聽到他好像說 啊 some juice with sparkling water 還是他講sparkling wine 因為我剛剛在用別的東西 所以我就 完全 不知道 然後我跟你們講一個秘密 我剛剛發現商務艙的客人 我右邊跟我前面都有一眼兇 而且他們還叫空姐把行李放上去 然後還不看人家 然後空姐跟他們打招呼 他們也不理已經被我發現了 這很奇怪 果然新加坡的空姐們都很漂亮 我剛剛看了每一個人 我覺得是我做過所有航空空師喔 頭髮 100分 他們就跟你看那種照片一樣 然後超級貼超級緊 每一個頭髮上面根本就沒有雜質 每一個人的妝都是那種非常非常明顯鮮明的 然後看起來就會很有驚喜 所以空姐已經給滿分了 這個椅子沒有辦法躺平 嗯 沒有辦法坐著 就把腳伸出去 因為腳不夠長 我現在肚子非常的暗 然後現在好像在準備上 料跟堅果 我們來看看他的盤子也是熱熱的 然後我前面有一個餐櫥 打開 然後現在就是他們的堅果 盤子是熱的 目前呢 到現在 我覺得空服員們 中規中矩 但是比起阿眼球的話 你在他們的商務艙裡 會覺得阿眼球商務艙的 空服員 比較貼近的感覺 會跟你聊天 那個SG的空服員 就感覺比較有氣場 應該是如果兩邊都專業 但是就比較有氣場 就有一種不是不好的傲斥 我覺得 飛機上的空間感 是比阿眼球那個比較 比較舊的裡面 很好 他們跟國泰有點像 就感覺好像很趕時間 我覺得舒服感是有的 就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比較快 就是比較 不會打擾到別人家 也不會干擾到你 如果 你往旁邊看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靠的 如果你去其他的航空或是的話 比較少會看到這個東西 我自己還蠻喜歡 很多人睡覺 沒有這塊的話 你可以想要靠窗戶 就是不平滑 那這個 你就可以靠著 就可以直接睡覺 所以覺得還不錯 那真的就是蠻記得 我覺得位置的空間感是非常的小 那也是因為這個 機型的關係啦 那也是因為這個 機型的關係啦 然後呢 因為這個拍攝空間實在是不夠 所以我真的就是斜斜的拍 那剛剛還有看到我們前菜是一隻辣的蝦 我們先來吃吃看它好不好吃 大家看一下 欸其實蝦子算OK欸 就是算是好吃的 重點是它有那種甜味 它的甜味很像是甜蝦 甘肥那個甜味都有出來 然後完全也沒有柴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錯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長榮的空廚出來的 應該不是新加坡那邊的 我的回程的話應該就是了 所以回程基本上我不會多拍其他的東西 但我一樣會把食物線上來給大家看這樣子 這杯就是我剛剛點的他們的special drink 然後他們的special drink就是沒有酒的 點special drink在飛機上其實是一個 甚至討厭嘛 因為special drink我們通常覺得出菜很棒 但是我們就還要分開再做這樣子 這就是我剛剛那一杯啊 但是沒有香檳在裡面 這是真的就是sparkling water 還有剛剛那個裡面的那個酒精 才能只有一點點 要不然的話我真的覺得我好累喔 我剛剛眼睛差點要整排 算是還ok 蠻好喝的 味道就是很像橘子汽水 但整體來說感覺 國泰的cafee delight 是在更好一些 好很多 好非常多 但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他們的服務 跟他們的那個順序跟我剛剛看到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這國泰航空非常像 ok 等了非常非常的久呢 我們主食終於來了 剛剛應該是間隔了20分鐘 然後我就是點著主食的是 它的馬鈴薯還有牛肉 這道牛肉呢是紅酒燉牛肉啊 我希望等一下我不會有太多反應 因為它裡面剛剛有什麼混沌麵啊 或什麼雞肉啊跟飯啊 我想大家應該是想要看紅酒燉牛肉居多 所以我就先點了這一道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試吃吧 先吃吃看它的牛肉 感覺好像還是有點酒味欸 它沒有不好吃 它就是ok的 然後很像sevin的料理包的感覺 簡單來說 它就是那種你知道一包 把它放到那個水裡面 就因為拿起來點開 然後把那個倒出來 基本上就是那個樣子 我先吃吃看它的馬鈴薯糖 就是冷凍食品 然後是好吃的冷凍食品 一到十分要給分的話 我只能給它四分 沒辦法再高了 如果是你的話 我可能會點混沌麵 或者是魚 或者是那個真的是中餐 我覺得 真的還好 但我不能跟上次的頭等商相比 因為食物不太 食物不一樣 價值也不一樣 但我覺得就是 還好 就是料理包 不過它前菜那個蝦子真的好吃 吃完了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說 土菜之後的甜點還有什麼東西 哎呀大家真的很抱歉啊 在我從台北到新加坡那一段呢 我實在是太暈了 導致於呢 我回去聽我自己撿什麼 然後我自己看我完全不知道 我自己在講什麼 這支影片感覺超級亂的 所以呢我決定在這邊補上 新加坡回台灣的餐點 然後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很特別喔 基本上呢 從台北飛新加坡的時候 是沒有這一道的 這個 從新加坡回台北的這個航班上呢 空廚是新加坡的 所以呢 有這一道 它就是新加坡的signature dish 有沒有看到這個蛋 溫泉蛋的感覺 然後旁邊呢 有蝦子 有魚 有一些青菜 哦攪一攪下面其實是 河粉啊 像是甘草牛河的那個河粉 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趕快來吃第一口 它的魷魚 哦哦 很Q彈很Q彈 你吃進去你會覺得說 欸這個看起來有一點黑黑的 是不是很鹹 完全不會 完全是清淡的那種 然後我第一口吃下這個河粉的時候 天啊 就是這個味道 河粉不會粉粉的 它完全是Q彈的同時 它的皮又很嫩 然後裡面又帶一點Q彈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呢 非其他家航空公司的時候 尤其又是從他們本地出發 如果是做商務艙的觀眾們 不妨可以選選他們的signature dish 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特別美食 來試試看哦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種有文化的食物啦 所以呢 這一整碗呢 我都是吃完的哦 那這邊呢 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是甜點跟起司 還有水果的部分啦 那這邊呢 基本上阿彩已經吃不下了 所以只是請空服員幫我拿來拍照而已 這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新加坡回來的總結 反正就是呢 我那天到了新加坡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一切就是還OK 因為Q彈狗狗看到我的時候呢 其實是沒有想像中的不好 他就越來越表現越好 其實他吃都吃的蠻好的 但喝水現在還是要打那個點滴 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情該怎麼樣 該開心還是該難過 因為感覺他遲早這件事情會到來 然後下一次又要再來一次 哦 我就覺得很崩潰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 做最好的季集就好了 我能上影片我就上影片 然後我如果不能上影片的話 就隨興吧 反正我也都在玩遊戲 我就先當一個廢物 那這一次新加坡之旅呢 對我來說 是一段心情非常複雜的旅程啦 因為呢我不是來觀光的 也不是特別來坐這趟飛機的 而是因為我 來見我17歲的狗狗Q彼 那因為呢剛好要坐飛機 然後我又不希望說 頻道的影片一直停擺著 所以就一起拍了這支影片 那Q彼呢已經年老 行走不變 生活品質也逐漸的下降 我特地飛過去其實是要看 有沒有要考慮讓Q彼 安樂這樣對他比較好 但飛到新加坡 我看到Q彼的堅強和意志力 我們都希望Q彼的生活 能夠開心舒適 然而事情並不總是 如我們所期望的 Q彼的狀況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但目前Q彼看起來 還是很堅強的繼續生活著 我們有請塔羅斯 也有問過醫生了 他們覺得如果Q彼都這麼堅強的話 那就讓他這樣吧 面對心愛的狗狗即將離世 我的心情呢 確實是起伏不定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但也是生活中無法避免的一部分 我深切地體會到 珍惜當下是多麼的重要 無論是身邊的人還是寵物 都是生命中珍貴的存在 所以這一次的旅程 讓我更加的感恩跟堅強 Q彼讓我們了解了生活的真諦 即使在困難的時刻 也要時時保持勇敢跟堅定 我永遠是Q彼的媽媽 讓我們一起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因為生命短暫 每一刻都是最珍貴的禮物 請不要去估言